中秋节,也叫8月15,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,起源于对月亮的崇拜和庆祝丰收。 关于中秋节的故事,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,唐鹅奔月的传说,很久以前,天上有十个太阳一起出现,制考着大地,导致庄稼枯萎,百姓名不聊生。 大英雄后裔是一名神射手,她站出来,用她的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,拯救了人们的生命。 为了感谢后裔,西王母赐她一颗长生不老的仙药,据说吃了这颗药可以立即升天成仙。 后裔不想离开深爱的妻子嫦娥,于是把仙药交给她保管。 然而,后裔的徒弟冯蒙得知此事。 先生贪念,趁后裔外出时闯入家中,逼嫦娥交出仙药。 嫦娥为了不让冯蒙得到仙药,只好在危急时刻自己服下仙药。 结果她立刻飞升到了月亮,成为了月宫中的仙子。 后裔回家后,发现嫦娥已经飞走,非常悲痛。 为了纪念嫦娥,每年8月15这一天,后裔会在院子里摆上嫦娥最喜欢的食物。 朝着月亮祈祷,期盼能再见到她。 久而久之,百姓们也开始在中秋这一天拜月、赏月,形成了中秋节的习俗。 这个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团圆的向往。 月亮也因此成为了中秋节象征团圆的标志。 因此,中秋节也是一个家人团聚。 赏月、吃月饼的重要时刻。 来看哦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